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这部《沉香如谢》预计在6月中下旬即将上映,等候两久的观众终于看到了希望,而光在这部剧中,就凭以下的三个点就能够拉满你对这部剧的期待值。 在《沉香如谢》官宣时,就曾因为女主的人选从而造成了不小的争议,然后终于确定了杨紫这个女主,想起她饰演的香蜜,至今都还让人面面不忘,如今再度上演仙侠剧《沉香如谢》,又整个让观众迷醉了。 而男主这边,由于琉璃的爆火也让陈毅成为了古装剧的收视保障。 杨紫和陈毅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,他们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,演的戏能把人哭死,剧情,演绎,台词,演技,组合在一起就是虐观众千百遍的即视感。 自从《沉香如谢》从开拍到《沙青》,就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,话题也是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这部剧是根据苏默的小说《沉香如谢》改编而来的,由杨紫饰演的严旦自古全身都是医药至宝,由于提前一百年与她的双生子妹人只稀在王母圣宴上化成人,因此就遇到了生平最大的结,从此就开始了应渊君和严旦的戏。 《沉香如鲜侠》故事。 虽然这部剧还未开播,但是冲着以下三个方面,这部剧也依然让你期待。 首先,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强大,无论是从颜值还是从演技来说,都是极有保障的。 杨紫的颜值也是广大观众一直认可的,从家有儿女再到香蜜,她褪去儿时的稚嫩,还上一生飘逸的仙女装, 从不安适逝的一颗小葡萄成长成花界的支柱,给我们带来了丰满而独有一番风味紧密。 如今再度上演仙侠剧《沉香如蟹》,仙气的古装扮相就已经成为了必追这一部剧的看点啊。 而诚意更不用多说,感觉她天生就是饰演古装美男子的料,清新脱俗的气质,一袭古装造型仙气缭绕,狭气逼人。 那气质的拿捏简直就是满分。 同样都是古装剧《天花板》,这次他们强强联合,共同上演仙侠情缘,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吧。 这么要命的CP哪个观众有能够拒绝呢? 其次,在这部剧还未开播之前,《沉香如蟹》的人气可是不比之前大火的三声三是低,原著党那更是一大批。 这部剧的故事十分复杂,前期需要做大量的铺垫,所以这部剧将被分为上下两部播出,上部《沉香如蟹》有40集,下部《沉香仲华》也有40集,一共80部的内容,这下广大观众该不愁眉剧看了吧。 最后,不得不说的就是这部剧的特效,众所周知,很多古装剧都是在拍摄棚里进行拍摄的,在拍摄期间其背景都是一些绿布,后期处理才会换成需要对应的场景,而在这个过程当中,很多拍摄都是采取的实地取景,一些连绵起伏的山,以及波光淋淋的水,都非常自然真实。 并且,这部剧的特效也是做得相当好的,古色古香的古装建筑,恰到好处的环境渲染,协调的色彩搭配等,都让人感觉身临其境,十分向往。 在这部剧中不仅可以看到雪山,而且还能够看到大漠,海底的美景,真可以用一个美不胜收来形容。 总之这一部剧无论是从演员,特效,以及幅画道等都做得极好,马上就要6月中下旬,希望这一部剧能够如愿在这个时候开播,期待杨紫和陈毅上演这一部仙霞大剧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、订阅、转发、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